第一个 请各位一定要把上一次上课的范例先打开来 打开之后的话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练习内容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是把前面的录制聚齐再增加一个工作表 所以待会的话你们可能要再录制一个一样的一个工作表 然后我们要做一些变化 那有哪一些变化 首先的话我们会说增加三个按钮 那这三个按钮我大概先让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大概有个清除 清除的话跟前面那个录制聚齐其实是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这边多一个门号公司的按钮 那门号公司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下它之后的话 会帮我把这些 按下它之后 自动帮我把手机号码的串接结果帮我放到这里 那其实跟录制聚齐还蛮像的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这个地方的程式不是以所有帮我录下来的 而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今天的话会开始再来写程式的 OK所以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一些 然后另外的话这边还有一个门号 那你想说老师门号跟门号公司结果一样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按门号公司这个地方有没有 按下它它会自动帮我把什么 这个其实是填一个公式到这里 它把最后的公式结果显示出来 OK也就是说了门号公司第一个是什么 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让它去执行结果 那这个门号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不会按一下它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显示出来的 居然是最后的手机号码 OK那两者之间当然都是VBA 那只是说如果以一般应用来看 当然你直接丢公式会比较简单 因为你如果把这里是有公式写好 你就直接马上可以转换成VBA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像这样的门号 它自动就输出结果的话 那你可能要思考 就是说你要如何透过VBA 先处理完毕之后 再把最后的结果做输出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以难度来看 这个是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比较困难一些些 OK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来完成刚刚讲的这个结果 那首先我把它还原到最早 这个把它先删掉 首先的话怎么做 一 这个在上次上课的话 我们有做了一个练习 就是做聚集录制 这边有串接 按下去 清除的话 我看看是不是名称 因为这边 改了一个东西 多了一个 所以我把这边把它删掉 这是后来我加的 我把它先清除掉 这里的话就是串接跟清除 清除掉了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先开启这个档 然后第二步的话一样 把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应该还记得开发人员怎么叫 开发人员以后的话 每次上课基本上都会用到开发人员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其他命令 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里面开发人员打call 按确定 那待会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就要来开始 自己来撰写VBA的程式了 OK 所以难度的话 当然如果跟之前的比起来的话 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 那大家要注意哪些动作 那基本上的话 以后你大概就标准化流程 反正就是第一个 我们就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直接开启VIO Basic OK 那开启VIO Basic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样撰写VBA的程式呢 首先特别注意 我是建议各位 以后如果把VIO Basic打开之后的话 有几个地方可能要 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 请你把VIO Basic稍微缩小一点点 等于是移到这边 它缩小 OK 我的习惯大概是这样 把它变成有点像 浮在那个Excel上方的一个小视窗 那为什么要浮在窗 因为一般习惯 是会看到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动作 再去写对应的程式 OK 所以如果你浮动在上面的话 相对会比较好 做这个程式撰写的动作 第一个 所以一 先把VIO Basic打开 二的话 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的那个 这个具体 它会帮我放在模组里面 有没有 其实就放在这里 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关闭的话 有没有 这个关闭 其实它一样放在这里 那这个模组的话 是之前录制聚集产生的 但如果我要自己写的话 特别之后 我是建议你可以按右键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特别之后 以后如果你要写VBA的程式 它不外乎 第一个VIOBA打开 第二的话 我是建议 你就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好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我就增加一个新的模组 我这个模组好像叫Module 1 不过你们如果 不见到Module 1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OK 那第二步的话 请你在这边写程式 那写的程式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们写 也许叫门号公式吧 不过在写门号公式之前 可能要确定一件事 你先把这个工作表 先复制一个 复制的方法很简单 拖拉加Ctrl键 拖拉然后按Ctrl键 放开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帮你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请你把后面这个改成 挖虎里面叫 也许叫VBA 因为我们在这边练习 VBA 好 所以我们开发人员 VBA OK 然后呢 记得就是 先确定你有没有 先复制一个 一样的工作表 后来的话 我们要写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的话 第一个叫门号公式 第二个叫清除 第三个叫门号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写 按钮的话 按钮程式的话 第一个 反正你又要记得 它的开头一律叫Sub 打小写没有关系 打大写打小写都没关系 一般习惯是打小写 然后空一格 然后后面的话就加上 你的按钮上面的名称 你叫门号公式吧 OK 你叫门号公式 然后enter 这样就产生一个sub 然后你会发现 你按enter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那个刮符跟end sub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公式丢到这边 公目前看起来 好像里面已经有公式了 怎么办 我先把它清除掉了 所以你可以在下方再打一个清除 sub 清除那按钮叫sub 空格 然后后面就打上清除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 就多增加了一个两个sub 然后在这个清除先来写好了 清除来写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 什么东西 把这个里面的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帮我清掉 如果要做这个动作的话 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做这个动作 第一个你要知道说 在VBA里面如果控制 储存格的这个动作 那我会对应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sale 所以你打一个sale sale就储存格 sale加s的话 等于是一个集合 指的是这个全部的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 那你再加上钱瓜 我跟他讲说 他会问你说 你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那我指的是哪一列 有没有 那跟他讲说 我是第四列 所以你就输入四 第二个问题 他会问你说哪一篮啊 cowern是指的是篮 哪一篮啊 那一般你可以输入 A B C D E 当然你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输入五 不过我比较习惯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用一篮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打个一就可以了 OK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好理解说哪一个储存格 当然如果你输入五也可以啦 只是说如果用数字 尤其像比较后面的蓝的话 比如说U蓝的话 U是蓝 你要输多少 你要A B C D E F G 那算了 你刚才打个U算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后面加一个等号的话 等号后面再加一个双引号 两个双引号 这个是空置串的意思 那这一段的叙述意思是说 把后面这个空置串 放到这个储存格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的等号 理解跟以前数学运算的理解不一样 这个等号意思是说 把后面的东西 放到前面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意思 所以当我执行这一段 执行怎么执行 也不要放这边 按一下上面不是有个 有点像play的一个图示 那就是执行 你按一下执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当我执行 按一下执行之后 这个东西就丢到这里 这个指哪里 这个就指这里 所以这里的东西是什么 不见的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让它恢复的话 怎么恢复 其实你可以把这一段 执行之后 复制到这里面 OK 那你再来就是什么 在这个双号里面放公司就可以 怎么样把公司放进来 那这个公司的话 其实因为这边已经被清掉了 所以我切到前面这一个 把这一个里面的公司复制 贴到双一号里面就可以了 不过呢 各位讲一下 你要把它复制完之后 就按取消 否则的话它邮标会放里面 取消 复制完取消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我们刚刚 这个双一号里面 但是 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VPA里面的程式规则 双一号到双一号 空间指的就是一串文字 那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里面怎么样 它也有很多双一号 所以如果假设你把这一串 公式放到双一号里面的话 它会confuse一点 就是说到底你这个双一号是指的是VPA里面的双一号用呢 还是Excel里面的公式的双一号 特别是这个有个规则要记一下 如果你要把这个创公式里面贴到这里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必须 把公式里面的双一号改成两个 一个变两个 也就是说用这个方式来区隔 如果你把它变两个的话 那我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是公式里面的双一号 而不是VPA里面要用的双一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这一段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记得按取消 再切到VPA之后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你移开一定会出错 因为它会看不懂到底 这一串这里面很多双一号到底是不是VPA的 不是啦那怎么办呢 记得哦 请你在头尾的地方 特别注意哦 头尾不要除此之外的中间 插上双一号 有没有 所以可能要看仔细哦 漏掉一个都不行 这边有没有 只要里面的双一号 玉都把它改成两个 OK 一个双两个 但是跟各位讲啊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双一号特别多的话 漏掉一个都不行 但是只要没做错的话移开 有没有发现就OK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只要是公式里面的双一号 一律呢把它变成两个 但是我是建议各位啊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了 什么方法 你可以啊 我的习惯是这样啊 就是说你可以用那个 应该各位应该都知道那个记事本吧 在Windows的工序里面 像Windows 记事本里面 在这里 不准用程式里面 我的习惯是把那个记事本打开 然后怎么样呢 把这个刚刚的公式 贴过来 如果像刚刚这一段哦 很简单哦 如果你要 避免做错的话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用记事本里面的取代 把它一个双一号 变成两个双一号 然后按一下取代 有没有 然后再把这一串呢 复制之后呢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这样好处就是说 你就比较不会做错了 因为这样保证一定不会错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遇过 就是说 我这样慢慢去改 还改错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改完之后呢 一样我们就直接把它执行看看 看要不成功 我先把这个 应该是切过来这个 这个嘛 现在是空的 然后把这个程式执行 那我特别注意哦 为什么我要把那个VBA环境缩小 主要原因是我们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如果你这样直接RUN 你会发现哦 RUN 你会看到 这地方呢 它就会把公式又丢回来 有没有 这一串 托到这里来 那上面看一下 你会发现哦 明明这边是两个双一号 可是丢过来 因为它会辨识到 原来 你这里面是有那个什么呢 有双一号 所以它就两个 它就自动帮你再转回一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 重点再回顾一下 因为 你各位注意一下 开发人员里面的VBA 那记得 先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然后它的话呢 请你在那个什么呢 模组里面哦 如果 假如说呢 你这个模组 记得按右键 踏入模组 然后呢 写入这两行 这两个程式 那请各位呢 试试看哦